走在街上沒有下雨 民眾卻紛紛撐傘 或是躲在銀梁處避暑 臺北市一號下午高溫飆到 三十八點七度 刷新臺北六月歷史高溫紀錄 天氣異常炎熱 民眾只能多喝水 預防中暑 如果在家 最近在吹電扇 換氣方面也是會 因為太熱的關係 氣象局表示 由於太平洋高壓影響 封面北移 臺灣各地都出現高溫情形 尤其臺東 粉風效應 大午三號中午出現三十八點 三度的高溫 預報員表示 期望還會持續提升 天氣炎熱 如何預防中暑 附近去衛生所醫師提醒竹人 除了補充水分或是電解質 如果可以就避開高溫 更要注意散熱 如果出現頭暈 四肢五粒 心肌等現象 要做適度休息 醫師提醒出現中暑前兆 體溫升高 皮膚乾熱變紅 心跳加速 就要注意 嚴重 嚴重可能會出現無法流汗 頭痛 頭暈 噁心嘔吐 甚至神志混亂 變成熱淨 熱衰竭等重症 就要立刻就醫 記者南無打給臺北市採訪報導